這是樂高城市系列的60142 Money Transporter 運鈔車 Money Transporter 就是運鈔車的意思 奇怪的是 這輛運鈔票的裝甲車 裝甲卡車 裝甲箱型車 看你怎麼叫都行 居然是警察的塗裝 所以它是一輛警用車 但是 在真實的世界裡 警察沒有運鈔車 而是有專門的保全公司來運送 一眼看去 這輛箱型車的外觀是滿好看的 但車頭看起來有點古老 因為車頭兩個圓弧零件 是早期樂高組比較常用到的零件 不是說它不好看 只是它令我懷舊 車身上到處都有貼紙 前面 上面 側邊 都有多張貼紙 旁邊 有個小門 它是一個從外面打開的保險櫃 打開保險櫃內 會看到兩個寶石 屋頂的線條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 側邊藍色的條紋塗裝也不錯 尤其從車尾看來 細節比我預期中多得多 車身兩面長得都一樣 也有一個保險櫃 裡面也有兩個寶石 後門有個密碼鎖 想像解鎖之後 就能把波道放下來 方便上下貨 完全打開 車廂裡面還有兩個保險櫃 可惜它們不容易滑出 所以要倒出來 保險櫃裡面可以裝金條以及紙鈔 車廂的屋頂能夠翻開 方便你調整車廂內的東西 但其實故事是小偷 可以拿著 撬棍 把屋頂撬開 然後偷裡面的東西 你看 保險櫃旁邊都需要密碼 想進入後門也需要密碼 所以乾脆直接把車撬開還比較快呢 前方的屋頂也可取下 方便讓小人偶坐進去 這組樂高付有兩個小人偶 一個警察 一個小偷 警察有手銬當配件 小偷有個撬棍 以及一個背包 可以把金條跟鈔票裝進去 另外還附有一個手推車 方便小人偶搬運沉重的保險櫃 整體來說 這可惜運燒車不應該用警察作為主題 但是這組樂高的可玩性價值算高的 請你給我一個讚 並關注我的頻道 也歡迎在下方評論留言為我加油打氣 如果你認為你的家人朋友會喜歡這樣的介紹 也請將影片分享給他哦 我會記得